救护车是我们社区中非常重要的车辆之一,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扮演着关键的角色。 他们通常是红色和白色的,有时候会有闪亮的灯光和响亮的声音。 当有人生病或者遇到意外的时候,救护车就会马上启动,前往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。 救护车的外观和特点 救护车通常是大型车辆,他们的外观设计使他们在路上非常显眼。 他们的车身涂有醒目的红色和白色,上面可能有大大的红十字标志。 这些颜色和标志帮助其他车辆和人们辨认他们,给予救护车通畅的道路。 救护车上有许多重要的设备。 车内有医疗设备,例如医疗箱、担架、输液设备等等。 这些工具和设备是医护人员在急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工具,能够及时给予受伤或生病的人们紧急的医疗帮助。 救护车的使命 救护车的使命是救助需要医疗救治的人们。 当有人遇到意外或者突发疾病时,打电话给紧急服务电话号码,比如120,不同国家可能有不同的紧急电话号码,然后救护车就会被派往现场。 医护人员会立即展开急救行动,包括给予基本的医疗处理和将患者送往医院。 救护车的医护人员 救护车上有专业的医护人员,他们经过专门的培训,擅长在紧急情况下给予急救。 这些医护人员通常包括急救员和护士,有时也会有医生,他们会在车上携带必要的药品和设备,以便在现场给予初步的医疗治疗,然后将病人送往医院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。 急救小贴士 学习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对于孩子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 比如,急救员会告诉我们在紧急情况下应该拨打怎样的电话号码,如何止血,如何保持清醒等。 此外,救护车也经常在学校或社区举办急救课程,帮助孩子们学习基本的急救知识。 这些知识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人一命。 总结 救护车是我们社区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 他们扮演着拯救生命的关键角色。 孩子们要记住,在紧急情况下,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会及时出现并提供帮助。 学习急救知识也能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。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生命,学会保护自己和他人。 希望这些信息能帮助你更好地向小朋友介绍救护车和他的重要性。